《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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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没关系 这个话不是佛说的 佛说24个小说都可以念《文字幕》 还有您也说念中 念佛这个赐助 你又拜佛了一百多吗 那我拜一百零九次 可以啊 可以 拜二百次也可以啊 但是中国人呢 讲个数数啊 很多人相信这个数数 比如说七七 打七他不说打八 你说我练九天行不行也可以啊 但是七七他是拿这样一个数数 他七一个变数 你看我们人在母亲的肚子里 每七天一个变数 每七天一个变数 就是你的每七天 包括西做B超 他也会说 哎 这个七 这一个七 三个七了 三周了 他说你怀孕多久了 三四周了 四周了 二十周 他说一周是七天嘛 因为小孩子一个七他就有一个变数 有个质变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埋 就是他是有一些道理的啊 就是因为外法也可以用数来表示的 比如现在你认为这些外法 我们是有借我觉着有像来看嘛 你是有像来就是它是豪的 它是厚的 这是色彩 我们就能区别开说是 这个黄是梨 那个黄是橘子 那个黄是纸巾 你就能拿黄你都能区别开 拿颜色 拿音乐 拿声音 比如说你看这一本 如果一个音乐家 有个高手的话 他会拿在音乐旗谱上 他会弹 有的职业就能听出 你在弹高山 你在弹流水 你在弹橘子 你在弹磷 他竟然能从导演没法上 把那个磷给你弹出来 让你知道他在表达一个磷的状态 所以万法也可以是数数来表示 七表示一个质变 就是变数 七跟九都是变数 七是阴极 九是阳极 但是如果宇宙万法 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套理论的话 它就起作用 因为这个世界是工业产生 如果我们十个人都相信这个黄是甜的 或者是这个可能说服力不大 那可能它就是甜的 我们都说它苦的慢慢它也会变苦 就是慢慢慢慢你吃上 可能觉得真的不甜 是那样 打七是一个角度 就是说通过七 打七通过一个七天的课题求证 来能够有一个解脱的状态 怎么会是打七 打磨那时呢 打七时呢 本来虚妄嘛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还真佛法2600多年了 不知道很多直接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们要是知道空性这些 其他的都能包容 因为在不同修学的阶段 它可能重点有时候会得出这样的角度 那样的角度 佛在领远经说解结还是有次第的 先从解一个结 嘎的啊 就是讲那么大 先从结心结 这个结心就是六根 就是我们的六根啊 就是你比如你坐在这儿你是空性的 我是简单的举个例啊 这还不是很心 比如我是空性的坐在佛 我本来是佛嘛 我突然 嗯 起了个炮 无名妄动嘛 然后看见了虚空的毁昧 毁昧嘛 分出一个 这个是虚空 这个是有相的东西 一个有挚爱的 一个是有虚空嘛 那这个我起念的时候 认知 这是个认知 因为六根还没出来呢嘛 刚开始起念 有个空大 有个有个 有挚爱的东西 有虚空 然后这个挚爱的东西 就分出外向了嘛 因为 所以我们把 我们在这个世界 就一个是虚空 一个是什么也没有 一个什么也有嘛 色空嘛 两个 当然这个不是色空 不二的色空啊 知道 就是我们在分万法的时候 一个是什么都有 一个是虚空嘛 什么都没有 就分成两部分嘛 刚开始你认知的时候 一个虚空一个毁昧啊 就是说 里边好像有云啊 什么东西 好像有东西 一个是啥东西也没有 你这个认知开始的时候 你是没有 没有六根的 六根还没出来的 你在你妈肚子里 然后呢 你是 比如说你突然分出了 这是野根 你突然分出了动静 哎 这个是动的 不是你在妈妈肚子里 说 哎 这个是动了 妈妈动了 这个是静了 你动静一分 本来都在空性里 你是起了个无名妄斗 无名妄斗这个 你还 刚开始 你只是个认知 一面无名啊 这个一面还没有我产生嘛 但是这一面无名 他在 比如说分出动静了 他就绝生成耳 他把这个动静绝起来 变成现在的耳根 绝色 绝色 然后成眼 就是变成了 就变成你的眼根 刚开始绝起来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 没有人嘛 你还没出现人 人像嘛 没有 都没长出来嘛 所以他说很清静 就是很清静 四大 地水火风 因为耳根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很清静 叫圣一耳 圣一耳就是 就是很清静的四大 这叫刚开始出门 很清静的 然后你形成这个耳根的时候 后来在妈妈肚子 见着妈妈的腹筋母血 又形成了 像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肉耳 就是像个蒲叶 或者像个蒲叶一样的耳根 这俩从耳根的形成 你一旦形成 你就人的耳朵就形成了 人的耳根形成 你就去外奔营 你就看又分别 外边的见闻觉知了 因为眼根是耳根 六根产生 人才产生嘛 最初你只是一个无名妄斗 你认知动静啊 就是空啊 有啊 色空啊 还有就是光明跟黑暗啊 就是触梗 触觉你是哪来的 离根河 离开了 过来了离河 这些 通过这些 最根本的这些 你开始形成这个六根 有了六根 你才出现了见闻觉知 又通过你的见闻觉知 你才会造业 造了无料业 又通着这个时空啊 世界才开始产生了 就是有业报的世界 开始轮回产生了 因为有一个你在那 有一个六根一样的 人力的你 你说这个人就传为 有人你才会 我堕了地狱了嘛 变成恶鬼了嘛 没有一个人 谁变成恶鬼了 不是 你终于这点觉得 你是个人才变 到了 如果你已经是个恶鬼了 你就不说 我变成恶鬼了啊 所以解结的时候 你这万法是六根产生以后 不断不断不断分别出来的 是吧 轮回的世界产生了 所以你要解这个结 你从一开始修炼 你就要停最初的这个六根 因为 因为后边的幻境 很多你离不完的 你只要有一个六根 你的幻境就不断地造 知道吧 幻境是你这六根 先从六根开始下手结 就是先的人空 就先把这个人破了 后得法国 法就你就不造幻境了 如果人未空 如果你这个我个人未空 你就算是修正 修正佛法 你去说我在破相 那你我在破相 本身这件事 也变成制造幻境了 我在破相是吧 这本身又在造相了 是吧 所以现在 自次地 修正次地是先得人空 后得法国 人在这块 所以从六根开始 入手修嘛 所以佛说 你从一而必须生意 入手修 你不要先破这个局质 所以你修行开始 你不要嫌我 打不打文字的事情 打不打决 不要要不要吃素 其实那些 重要不是也重要 因为你是和大成佛 修正 重点是你这个六根破了没有 重点在先从这起步 不要管外在 先从你开始 你所以要注意自己的 善护念啊 护持自己的心念 起心动念啊 安住中道 起心动念 不是让你变成个好人啊 佛法 不是让你变事 让你的心安住中道 知道吧 就像我刚才说了 心不要放自己身上 也不要放别人身上 做事的时候 是吧 每天 但是自我 你放别人身上 你每天放别人 就像父母 放孩子身上 你就要干扰人家的生活 你放孩子身上 孩子十八岁以后 你试试对孩子 念念不忘 那个孩子很有压力的 肯定的 肯定的离开家 不回家 因为你的心全在他身上 而且不管自己了 好像你是很爱 很心 菩萨道的 但是你的心念念 都在孩子身上的时候 那个孩子是有压力的 因为你无控不如地 停入了人家的生活 知道吧 孩子穿个衣服 也要管 孩子梳个发型 也要管 染个头发 也要管 就是你 你觉得自己很像个菩萨 你完全把心放在他身上了 但是其实是你 你这边这个我 我人未空 我未空 你是带着主观的意愿 你去爱他的 就是爱那个孩子的 因为你不自觉地 就带上你主观的意愿了 因为你觉得染滑头发不好 你肯定会觉得 他那个滑头发不好看 你看他的时候 眼神也不对了 然后孩子马上就感觉到了 然后你打着爱的名义 然后说是不好看 你把它染成黑的吧 其实这都是干涉人家的自由 所以我们要绝照到这一点 所以孩子有时候 逃离你的控制范围很正常 因为他一旦成长 转到了二十五六三十岁的时候 你那种带着自我的爱 就会是压力了 你没得人空我空 你就行菩萨道 你没有带着我像人像行菩萨道 而且你的心 你看见孩子 你全不在自己身上了 完全放在人家别人身上了 平时我们做事 修行也是 我刚才说了两种 一种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 我空人未空 就是这个人给我 你六根未空 你带着你的六根的局限性 一个见闻觉知 去行菩萨道 你放在每一个人身上 每个朋友 每个亲人身上 对人家都是压力 你就叫 你也不能说不爱 你就会受伤害 还有一种就是 全世界我都不管了 我都不在乎 然后呢 但是我空 我未空 人未空 那就不显得很自私 很无情 一个是全管 一个是全不管 这俩种都不是中道 念念管 什么都管 那你就叫压力 什么都不管 就叫无奇 你收回来 收心设意 一根进入 斜破六根嘛 斜破六根 收心设意嘛 坐在这儿 收心设意 你知道你是带局限性 你这个人未空 以前你的起心动念 都在夜暴之中 都在着局限性 所以你起心动念 都受暴 不是受伤害 就是可能 你怎么也受伤害 说句了 爱与不言 你都受伤害 是吧 你觉得说对了 说错了 都会都受伤 有时候 因为对了的时候 你下次说 你觉得怎么 我又说错了呢 是吧 休息你就要觉着 在家人 这都是借地 借地不对 你肯定做错 你肯定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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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